从今天开始 全国全面不限加速 在劳动部政务次长的一声音下 联合机场小组多点出击 分别前往旅行社及游览车业者所在地 执行专案劳检 这次机场锁定有经常性违规 违规情节重大或评鉴不佳的 100家旅行社业者 超过70家被评鉴为 丙等和丁等的游览车业者 至于游览车司机在执行长时间驾驶行程时 是否需要替代司机的准备 公路总局明确回应 他的安排已经超过了所谓的这种 劳动基础化 所谓每人公时的上线的时候 他应该要有替代司机的准备 这次机场重点着重在 业者是否遵守劳动条件 劳保劳退和驾驶时间等相关规定 一旦发现有重大违规 惩处绝不手软 这次这个机查出来 如果有连续违反或违反情节重大的 特别会 我们各主管机关 包括交通 这个主管机关 会加重处罚 联合机查即日展开 将持续到4月20号 劳动部强调 不容许事业单位侵害劳工权益 甚至危害大众安全 更要对不孝业者施以铁腕 严惩不呆 带来新闻烫道顺 万嘉宏台北报道